專家在預判什麼黃金交叉 就是說當一個機器人已經便宜到 比一個人還要便宜的時候 老闆還是不買 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提到 他們體現到說 我花了這麼多錢買這些機器人來 要有人會設定啊 這些機器人除出要有人維修要保養 那這一塊誰來做 人來做 我們現在面臨到的是一些中小企業的製造業 如何做數位轉型 那我們發現到反而是 把人的不確定因素數位化 不管是透過Google的AI 還是各種方式 比較繁瑣的工作 我們就讓AI來做 那人就可以空出雙手 做更有價值的規劃 或者是開發這樣的一個項目